抠印章及印章修复简单 那么这一期教育视频呢 我将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 各种印章怎么抠出啊 首先印章基本上有两种啊 第一种这种颜色和背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种呢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直接用裁剪工具把印章的这个区域给它裁剪出来 好 裁剪一下我们直接用色彩范围啊 对不对 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红就是红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对不对 直接吸取印章红色 调整一下容差值 这个容差值可以尽量小一点啊 因为如果你的容差值调的过大 防止你的背景背景圈进来 好 这时候点击确定 就会生成一个选区 对不对 好 Ctrl加J把它复出来 好 这时候我们隐藏背景图层 大家可以看到你的印章是非常淡的 对不对 没有关系啊 把这个印章图层Ctrl加J多复制几次 一直叠加到自己满意 好 全选所有的印章图层 按住Shave键 选择第一个图层 然后拖到最后一个图层 点击一下Ctrl加J合并 好 那这时候印章就在一个图层上 对不对 但是同时大家发现 有很多字 这个黑色的也被选进来 这时候怎么办呢 很简单啊 按住Ctrl键 点击这个印章图层 调出它选区 新建一个空白的图层 用吸管工具啊 吸取印章上的这个红色 Out加Delete填充红色 隐藏我们背景的这个印章的图层 好 那这时候你的印章不就单独的抠选出来了吗 好 有很多小伙伴问我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怎么确定印章在文件上的实际大小 大家到网上可以去查一下 印章是有实际大小的啊 它的大小就是4厘米乘4厘米 所以你新建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的大小呢 就是4厘米乘4厘米 好 直接把你抠好的这个印章 拖到这个4厘米乘4厘米的图片上 在图层后方右键 把它转为智能对象 防止在缩小的过程中 像素产生压缩啊 那这时候把它缩小 把它完全贴到我们的冰框里边 移动一下位置 隐藏背景图层 把它保存成PNG的格式 这就是一个标准印章的大小 明白了吗 好 紧接着第二种 有很多小伙伴的印章 它没有这么清晰啊 这个我需要说两点啊 第一点 如果说你原始图片上的印章就不清晰 那你抠出来的印章不可能清晰了 除非你重新制作 第二点 不清晰的印章 我们返回去 还是一样 我们用裁剪工具把这个印章的区域呢 给它尽量 细致的给它选择出来啊 可以选择左对齐右对齐 方便你最终来调整它的大小 裁剪出来 裁剪好了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敲用到通道面板啊 随便选择一个对比度大的 比如说绿色 Ctrl加L 调整一下 好 比如说这样 再入选区 回到RGB 回到图层模式 CtrlShift加I 这时候大家会发现啊 你所有的文字跟着你的印章一起抠出来了 怎么办呢 很简单 修复嘛 多的地方删除 不够的地方弥补 当然有很多人的这个文字是在印章之上的 没有关系的啊 一样跟刚才的操作是一样的啊 你小时候在作业上写错了字怎么办 用橡皮擦对不对 把写错的地方擦掉 这个同样我们用橡皮擦工具啊 比如我们以这个鸽子为例啊 把这个多余的地方根据你印章抠出来边缘的特点啊 如果说比较锐利 直接把这个模式选择铅笔的模式啊 这时候擦出来就是非常锐利的 如果你觉得过于锐利呢 那你就选择画笔工具啊 那这时候印章就会变得柔和 但是你注意控制一下画笔的大小 不然你会把印章全部都给涂抹掉了 对不对 好那这边咱直接选择铅笔啊 快速的处理一下 好那这时候我们以鸽子为例 其他的地方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操作了啊 都是一样的 好那这时候大家会发现 呀你处理完修复完成之后 那你看你的这个文字上不是还有黑色的痕迹吗 一样啊 卡车键点击涂藏掉出选区 新建一个空白的涂藏 直接吸取它的红色out加delete填充 隐藏底下的这个印章 那上面这个大家看一下 鸽子不就修复出来了吗 其他的地方你给它删除一下 就OK了 对不对 那调整大小就用我刚才教的那种方法 就OK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还有什么关于印章不明白的问题 可以直接在评论里告诉我 我会替你解答的哦 我会替你解答的